美國智庫專家認為 面對疫情 美中競爭關係比以往更加凸顯 也證明川普政府的國安戰略極具預見性 未來 美國需要繼續在政治與戰略領域抵制中共 川普政府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 把中共視為對美國安全繁榮構成威脅的戰略競爭者 同時強調雙邊關係公平對等原則 專家指出 這次疫情印證了川普政策的預見性 即必須把重要產業的生產供應鏈保留在美國 或友好民主盟邦 而不能依賴於中共 對於很多國際機構的腐敗低效 川普政府以支持批評態度 甚至公開退出 世界衛生組織領導人在本次疫情當中 偏袒中共誤導國際社會 受到美國嚴厲批評 專家表示 疫情之下 美中雙方在意識形態和影響力上的競爭正在加劇 尤其是針對疫情本身的話語權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主督華盛頓報導 全球雙方在意識形態和影響力上風 締培定在調齡中為一位